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那也就如同我们上午在我们的那个课程的群组里面有跟各位提到的 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不敢说是教学,不敢当各位先进面前 算是一个分享,就是当你有碰到一些无良版的分析设计需求的时候 那对应到我们minus scan的程式,那要如何来去进行这方面的分析跟设计 那在我们的minus scan里面呢,我们会有那个automesh,然后还有mesh的design,这两个模组 那我们就可以来去处理这部分的那个无良版的分析设计 因为有时候就是建筑方面,为了一些美观,或是一些使用空间的考量 那可能有时候会碰到会有无良版的需求 那这边我们有附了几个图让,就比如说你在gen这边很快的 就可以去完成这个无良版的分析的模型 那也可以很快的去进行分析跟设计 那设计的话呢,除了说一些基本脑取的脑取行为脑取强度下的一些配金之外 那另外我们程式也可以去针对,比如说穿控简历 CountryShare,它可以自动的去做检测 那这边呢,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主要会透过我们的两个功能 就是AutoMesh,以及Mesh的Design 那AutoMesh的这个模组呢,它是我们的网格自动化分模组 那它可以,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模组来建立你的网格模型 那或者是说你有已经建立好的plate的版元素 那也可以利用AutoMesh的这个功能,自动的去进行那个 不管是四边形的或是三角形的一些Mesh网格的一些切割 那如果说你已经先建立好版元素 那你才去利用我们AutoMesh去进行那个元素切割的话 那原本你已经加在这个版元素上面的力量 那它也会同步针对你Mesh后的一个模型会去进行挑战 那我们这边就一边配合着我们的那个程式的操作画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AutoMesh的功能 它的操作的方式 好,那现在这边就是一个空白的模型 就是我们现在先来建立一个简单的一个无良版的架构 这边先建立几个柱位的节点 好,那我在利用这些节点呢 透过我们程式这边这个Essue的功能 我很快的把我们的柱子给建立上去 那当然这些材料跟断面 我是先前就已经先定义好了 那我就是C280的混凝土 那柱子的话我们尺寸是选用70x70公分的 嗯 那我利用Essue的功能 很快的针对我们刚刚建立好的这些柱位的节点 然后把柱子给长出来,延伸出去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AutoMesh的功能呢 它就是在我们逐选单Node and Element底下 右边这边有个Mesh的这个区块 它里面就可以找到我们AutoMesh Planner Area的这个功能 好,那你进到这个功能的设定视窗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它左手边 在左侧的这个设定视窗里面 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先试着说我们 直接利用我们AutoMesh的功能 去建立我们这个分割的网格模型 好,所以我们就选择这个Mesh的方式去选择节点 那你在下方这个栏位,草绿色游表闪烁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到模型里面 你去定义我们这个,我们希望建立Mesh后的这个网格模型的范围 你定义好这个范围之后呢 你再去决定说你的Mesh的尺寸 那我们这边就先暂定它是1米的这个长度 以1米长度下去建立我们的网格的模型 那这边一样是选择我们的材料以及厚度 厚度资料的话 我是有先定义了一个60公分厚的厚度 好,那你看下了Bide之后呢 你很快就可以透过这个AutoMesh的功能 它建立起我们已经切割好的这些平面的反元素 那这个建立好的这个反元素呢 我们AutoMesh的功能它同步会产生一个叫做Domain 那这个Domain的定义它会对应到我们后面在做设计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联动的关系 那我们后面再看设计阶段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解这个Domain的设定 那你这个平面元素建立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针对我们这个已经切割的这个平面网格元素 Play the element 去建立我们去下载状 那我这边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反元素全取起来 然后比如说我先放一个 每米四顿 我现在单位是公斤了 每米四千公斤向下的一个力量 拍一下去 那这样这个力量很快呢 我就可以从透过AutoMesh的功能 建立起直接建立起已经切割好的反元 然后呢也很快的 透过那个Cressure Road的这个功能 把这个力量给加载上去 那我们刚刚有说 我们也可以先建立起反元素之后 再透过这个AutoMesh的功能去做切割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操作的方式 我先Unload回去 那我这时候是用Create Elements的方式去建立反元素 一样是C280的强度的混凝组 那以及60公分后的这个后组资料 那我去建立起这个区块里面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只有9块反了 这9块的反元素 就是还没有切割前的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在同样的 去开启我们这个AutoMesh的功能 那我们刚刚在Method的地方 当我们是选择Node的嘛 就是那个Node 然后我们去定义我们这个范围里面的各个交易的节点 然后去把直接在这个范围里面 直接去新建起我们已经切割的网格模型 那我们这时候是因为我们已经建立起板元素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在Method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选这个平面元素 那你这时候你再去把你的板给选取起来 同样的你也可以去下面这边那个Mesh的尺寸 那以及材料的定义方式就一样 稍等我先把载动放上去 这样我们等等比较好看一下 就是我们切割后的载动变化的情形 同样我这边去放一个刚刚同样的力量 4000公斤每米之方 再来在这9块的板元素上面 你看它这个力量就是比较大大范围的 然后就是这9块板的这个Pressure Load 那我再回到这个AutoMesh这边 一样把这9块板选起来 Method的地方我们是选Planer Element 一样我们是用1米的长度 C280的混凝土60公分后 按下Apply 同样它就可以针对你已经建立好的这些板元素 然后再对应着你所定义的这个Mesh的Size 以及材料 它去帮你做一个网格的切割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载动 它也同步的对应到你切割后的那个元素的尺寸 它每一个 每一个这些Element 它都有放上我们所设定的这个 每米平方4000公斤重的这个Dentlock 那Loading的部分我们另外再考量一个Live Load 所以我们这时候同样的方式 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些已经切割后的板元素给选取起来 同样的利用这个Ferture Load 那我们这时候是放我们的Live Load 那我们这边的 我们就考量每米平方-500公斤重的火展重 同样的就把这个火载动也给加载上去 那做基本的分析之前 我们再赋予它一个支撑条件 所以我们再把底下的这个柱底的这个节点选取好之后 我们再利用我们Bounder里面的Define Support 去给它一个简单的固端支撑 那现在很快的我们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无良版的模型就建立起来 我们从柱底的节点开始 然后透过X2那个扩展的方式去把柱子长出来之后 我们就直接在柱底 就是楼板的那个高度上面直接去建立起我们这个Mesh Code的 这个无良版的结构 那我们这边连变列条件还有载重 基本假设的载重都考虑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进行是这个简单的精力分析 那你分析完之后你就可以从Result这边 然后可以去看比如说你的柱底的反例 或者是这个变形 这些变形或位移的图形 像这样就可以很快看得出 因为我们这很对称的 然后载重也是很平均的一个均步载重 所以它整个变形的形态也是很蛮对称的一个分析的结果 那当然你也可以去查看每一块板 它所受到的力量或是弯曲等等 那以及平面人数它的一些定力的分析的结果 都可以在Result这边去查看 所以我们透过几个基本建模的功能 然后还有载重的施加功能 还有搭配我们的automash 因为我刚才有提到就是你后端在做反设计的时候 它会需要automash里面所定义的这些domain 那很快的就可以把我们的无良版的结构的模型给建立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建模好也就是一些相关的载动啊 运转啊分析的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来做后续的设计的程序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设计的话 就会搭配我们另一个Mesh design的这个模组 它是一个板墙设计模组 那它这边呢就是可以针对你在模型里面 你透过plate element 就是板元素所建立起的一些 不管是楼板 或者是比如说你的伐机板 或者是你的外墙等等 这些板墙的构建 那都可以利用这个Mesh design的功能来去进行配型设计 那刚刚也有提到 像是楼板可能会碰到的那个穿孔简历 那也可以在这个模组底下 它也有对应的功能可以来进行这个简历强度的检核 那我们这边同样的也到程式的画面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Mesh design的一些操作的方式 那刚刚提到那个Mesh design 所以我们在设计Design的这个主选单底下 那它的位置是在RC design的下方 它会有个Mesh design 那这个Mesh design它目前是没有支援台湾规范 所以我们要选择美规 对那在楼板设计的这部分 因为它简单的就是一个描取行为的分析 所以我们这部分的规范跟美规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这边也就没有特别去做一个台湾规范的引用 我们就直接选用我们ACI 318的这个美国的规范 那你就可以进入到Mesh design的这个设计模式下 那你在进行Mesh design设计之前 因为我们在RC设计的时候它会需要有一个钢筋强度 所以这个就跟各位以往在操作RC的结构不设计的时候是同样的方式 那就是在RC design底下会有一个Modified Concrete Material 那这边你可能要先定义好你要使用的钢筋 主要是主金 因为楼板的话比较就没有那个Sub Rebar的问题 主要是这个Main Rebar的地方 那你就是要定义好你要使用的这个钢筋的强度 那定义好之后你就可以到这个Mesh design底下 去做一些相关的设定 那首先是这个Low Combination 那这边因为我已经有定义好我们的载动组合 那这边就是可以让user去勾选说 你的在做强度设计的时候 你要使用哪几个你定义好的载动组合 那以及那个使用性检核 比如说脑度啊 一些那个检核的时候 就是你要用的是哪些的载动组合 那同样的Diversion这边 就是还有一些刚提到的 就是这两个都是处于使用性的检核 那Word的部分就是墙的部分也是一样 可以让你去选择 那今天没有啦 今天我们主要是停留在slab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你去确定好你要套用的这个载动组合之后 你就可以跟各位以往在操作RT结构屋的时候一样 你就可以去定义一个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 只是以往各位在上面这个RT Design下定义的呢 它就是for Bing for Column 或者是邪称 或者是简历墙之类的 那你在Mesh Design底下 这个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呢 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变成是对应的for Slab Design 或者是for Matte Design 那或者是for Wall Design 那就以平面的这个版元素来说 就是它会有去做一个区隔 就是楼板或者是Mate Mate主要就是基础版 也就是法基板 它可以分别的去做不同的一个配件的条件 因为毕竟它的受力行为也不太一样 那程式要怎么去判别说 OK你在现在的这个结构model里面 哪些是属于slab 哪些是属于Mate OK 那这时候就是对应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domain 那在automash的这个使用 它在预设的情况下 你只要平面元素 透过automash的功能去建立起来的 那它的这个type 它预设都是属于slab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它的domain type都是属于slab 那你可以在右键选择properties之后 你进入到这个 define subdomain的地方 就可以去修改 你这边的这个member type 像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它有slab、mate、war 还有share 这些不同的type可以去选择 那刚刚有提到 预设情况下 它通常都是属于slab 所以我们 现在的这个case 这个model 我们不需要去做修改 那各位如果说 之后有利用我们的automash 以及mash design 在这两个功能去执行 法基版的设计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进到这个地方 去针对它的member type 修改为mate 那像刚刚有看到 就是在 版的这个 design criteria for rebar 里面 它可以分别去针对low版 或者是基础这个法基 mate 去定义不同的配件条件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程式就可以很自动的去 依照你的定义的domain 然后去找出你所设定好 它要对应的 使用的一个配件的细则 那它就可以再去执行后续 的一个设计的结果 那这边有提到 我们今天这个模型 就是只有slab 所以mate的地方 我们就不去理它 那我们目前的那个 domain type 也都是 member type 那这边你就可以去定义 我们你要使用的一个 钢筋 那你可能一开始会 如果是一般楼板可能就好处理 因为一般常见情形不是3号就是4号 一般常见楼板的配件条件 那你可能针对这个比较稍微 特殊一点点的这个无良版 那你可能 他每次的受力条件不同 他可能需要的钢筋强度 那以及你的版后 可能都会需要 功能是在设计上面 或去做一些需要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你可能一开始可以先 先丢给他几个不同的尺寸 像我这边可能先预设给他一个7号跟8号钢筋 然后间距的话也先多给他几种 那让城市之中去找出 这比较合适的一个设计值 就是至少要符合安全的 符合结构安全的一个设计的结果 那底下这边是那个保护层的厚度 那他有分Direction1跟Direction2 那这边 右边这边还有一个示意图 Direction1主要是外侧的那个板钢筋 那Direction2的话主要是指的是内侧的 所以你这边就可以分别针对他的位置去输入他的保护层厚度 那我这边是已经都有先P好了 那就按下OK 那你前面在RC Design那边定义好你要使用的钢筋号数 那你在Mesh Design底下也定义好 你要用来做设计的载动组合 以及配音细则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来执行 这边有一个slap slap check design 这个板的设计的功能 那左边的这个设定视窗 这边有几个设定项目 这边我们一般会选用AverageNode AverageNode的意思是说 因为像这边的这些已经切割的板元素 比如说就以这个来讲 你看这个元素它四边的这四个节点 它这个节点它其实同时会跟其他的板元素是有相接的 那你这边如果是选择AverageNode的话 它就是以这个节点它所接续的 因为它每一个板元素它的力量都会传到它四周的这个节点上面去 所以这个331的这个板元素它所受到的力量 它会有它四边的这四个节点去承受 那同样的它旁边的这一块板元素 它也会传递给它四周的这个节点 所以以这个我现在选取的这个节点来说 它同时它会承受1234 这四块板元素的这个力量 我们从平面来看 它会同时承受这四块板元素的力量 它只是因为它所作弱的位置它可能各自会有不同的力量 那你这时候选AverageNode它就是会去做一个平均 所以这样可能会比较贴近真实的一个情形 那这边下面这边它是可以让你去看 决定说你要看的是上层的钢筋还是下层的钢筋 那Duration1Duration2就是刚刚提到就是外侧的钢筋 就是外侧的钢筋或是内侧的钢筋 你都可以分别的去选择你要看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现在统一先看下层的钢筋 然后是外侧的Duration1外侧的钢筋 那我这边可以下面这边就可以直接选择 所以我先看一下我这个设计的结果它的Ratio Resistance Ratio 像这样它就会得到一个我们随便选择的下层钢筋 下层的外侧钢筋它的设计的结果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列出来这个Ratio 就是蛮刚好的 刚好最大的话是落在0.98 就是在这些柱子的位置上面 那你也可以选择这个Rebox 按一下Apply 那它就会秀出来说你是它所帮我们决定的一个配金的分布的情形 像这边你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是7号At200 然后跟7号At250 它用不同的颜色 蓝色的话就是7号At250 红色就是7号At250 就是可能受力比较大 下层嘛就是刚好在中间垮的地方 受力比较大的地方可能会需要比较密一点的钢筋 那同样的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上层钢筋的设计的结果 那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Ratio的地方 在上层钢筋的部分就有一些Oper 有一些爆调 那你在这个type of display的设定上面 你可以把Value勾起来 然后旁边的这个点点点 你也可以去选择说我只要看最大值 因为我们想知道到底是哪些位置的那个力量 这个Ratio有超过 那你可以看到OK主要就是它在柱头的这个附近 那上层钢筋嘛所以很简单应该是受到那个简历的影响 所以它这边的那个配金 我们所提供给 应该说我们允许程式使用的这个配金的内容 就是7号跟8号钢筋 然后以及100、150、200跟250的这样的一个间距的配金条件下 那程式组合不出一个小于1.0的 Ratio小于1.0的设计结果 那目前极限所能够得到的最大的提供最大的力量 它所得到的Ratio就是1.4 那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是你可能又要回过头来 要嘛就是去增加板后嘛 那不然就是你要去调整 就是放在放宽一下你的一个配金的条件 那像这种柱头的位置 我们有时候会去配置一些柱头板 那这边我们也可以试着去修改一下我们原本的模型 我大概挑一定的范围 那我就是以这两个柱位我们去设定一下 试试看我们让它配置一个柱头板 那右边这两个这个内柱的位置我们就不去动 那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它两者的一个差异 那我这边我这边是有定义好 另一个是80公分厚 一个Drop handle的一个厚度 我就直接拉过来 然后就可以完成我这部分的模型的修改 像这样 就可以看出来 我在刚刚选取的这部分 它就是有操用到我所 刚刚修改的一个80公分厚的板后 所以在柱头的这个位置上 它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厚的 一个柱板的 这个混淆土的一个板元素在那地方 那同样的我们就去执行分析 以及我们刚所执行的这个 Meshed Design底下的 Slapped Plature Design 同样是Average Nodal 同样是Top 这时候来看一下 它还是有一些超过 那我们同样利用Value的方式 看一下最大值是左右在什么位置 OK 那你这时候去看 那就是右边这两个 以平面来看就是这两个柱位 对我们刚刚并没有去修改那个配置 就是没有配置drop panel 没有配置柱头板的这个位置 这两个 有3D子 应该还看得出来 这个是有局部加厚 有做一个柱头板的配置的区域 那这边是维持我们最一开始的模型 就是60公分厚的楼板 然后没有配置柱头板 那你也可以看到 它实际它在强度上面就会显得比较弱 那你执行这个配金设计 那你就是透过像我们刚刚这样一人串的一个流程 从前面建模 然后开始到设计阶段的时候 你就是去调整你的配金钢筋 资讯等等 那你去执行这个设计 那你就可以去看它的Resistance Ratio 那以及它的一个钢筋的使用情形 那如果像我们前面所得到的 它在柱头的位置 它可能长度不足 那你就可以去回过头去检讨一下 你一些结构的配置 不管你是整体的楼板加厚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所尝试的 去配置一些柱头板的一个 那个结构的系统 那你完成设计之后 至少你的 就是假设 我们现在这个在那个脑取钢筋 就是主进的部分设计已经完成 那你就可以到 那一样在Master Design底下 那你就可以找到有一个叫Slab Sure Check-in 那这边要执行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Function Share 这边有一个Function Share的一个简合 那这边也是很快 你就按下Apply 然后就会标示出你这些 每个柱头位置 它的一个穿空简历 Unsure简合完之后的一个Ratio 那你Value的地方 这些Type of Display的设定细项 各位应该都很熟悉 都可以去调整一下 比如说显示的小数点位数 或者是它旁边的这个图例 这个Legend的一个数值的显示的方式 都可以去做调整 那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只有我们刚刚所局部加后的这个 这个柱头版的串通简历才是足够的 那像其他不管是边柱啊 或者是另外两个点位的那个柱位的内柱 它在串通简历的强度上都是很明显的 那你也可以从 平面 切到平面图来看 那你也可以看到它在 在每个那个矿均序和简合的位置上 它有一个红色的框框 那其实这就是那个破坏周界 就是 那个 一滴嘛 就是 铸圆之后延伸出去一倍的有效深度 的这个距离 那你也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这 我们刚刚所局部加后的是这个区块 这两个位置 所以你也可以 各位可以我稍微放大 放大一点 那你可以看到 左边这两个 它是因为楼板比较厚 所以它的那个 低值 它的那个 有效深度它也是比较深的 所以它延伸出去之后的那个破坏周界 也是比较大 那右边这边因为它是60公分的板厚 所以它的低值一定会比80公分的那个 情况下来的小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 它的这个破坏周界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程式在这部分就是都有参照规范的一些定义 然后下去 去做相关的计算跟解决 那同样的你在左边这个 设计的这个设定视窗 它就像我们的 原本的RT结构屋的设计一样 它都会有一个报表 那我们在Mesh Design也是同样会有 那你就是点击这个Design Results 那它就会有一个文字档的报表 就像我们的原本的RC Building RC结构屋一样 那它这里就有列 就是布林组的强度 楼板的厚度 然后你所设定的底B跟底T 就是保存厚度Coverage 那它这边就有计算这个D值 那以及它后面这边去做相关的那个简历的计算 它都有在这个报表里面很清楚的呈现出来 那这几个是60公分厚的 看一下 因为它比较critical的那个设计 都是被比较薄的摆破控制 所以这边看不到那个80公分情况 80公分后情况下的地址 那同样刚刚在那个 Black Design就是配置主金的那个地方 它同样有一个Design Result 它也是可以看设计报表 刚刚没有跟各位提到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刚直接点Apply 我们刚刚直接点Apply之后 把设计结果秀在这个图面上 就是层次画面上面 你这边一样有一个Design Result 它可以去查看我们的那个实际计算的一个详细的结果 像这边它也是有去依照你的混乳强度 你的钢筋强度 你的保护整后度等等 去算它的Y值 然后E值等等 那这边它以及它配金的 钢筋的配置 那以及我们的一些MN 跟5MN之后 它去计算MU over 5M的 Ratio 像这边就是一个大于1点子的设计结果 它就显示Not acceptable 那在这个detail的报表里面 都可以去查看它完整一个计算的过程 好 所以在无良版的这样一个结构系统 它在程式的操作面上面 相对来说是很单纯的 像我们从最一开始的 从节点拉杆件建立平面元素 放载动放编定条件 然后去做分析之后 去定义设计的细则 包含你的载动组合 包含你的钢筋配置的条件等等 都可以很快的去得到一些设计的结果 那当然后面就像刚刚看到的 它会有一些NG的情形 因为像我们刚刚 我们考虑的是每平方米4吨 就是4000公斤重的detail load 跟每平方米500公斤重的live load 那当然detail load里面还有这个save weight 就是结构的支撞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 在这样子的一个 力量的条件考虑下 那像我们刚刚看到 就得到一个NG的设计结果 那你可能就是回过头来 不管是去调整你的柱头版的配置 或是调整你整体 这个楼板的厚度的内容和设定 那你就是需要一些找出最佳化设计的过程 那就是后续的一些功能 是在设计上面需要完成工作 但在程式的操作面上面来说 相对是很单纯的 应该说是很简单 整个操作是非常的流畅 它在减和pungin shear的那个外力主要就是我们分析之后所得到的力量 因为载重就是我们前面放的那个loading 那你执行分析完之后就会 载重组合之后的那个力量 像这边它都有列 它就是在combination1 然后它就是利用这个combination1的一个分析之后所得到的力量的结果 就是这个Vu 它会去找出一个密码 它就是一般我们在做那个 抗菌设计的结果的时候的那三个公式 那接下来的时间各位就可以看一下有没有想要了解的 那像前面我们提到的你可以直接打字我这边都先看得到 然后或者是各位可以可以麦克风打开我们都可以直接去做讨论 听得到吗 有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刚刚您提到说 direction1跟direction2分别是指说版的外层晶以及内层晶 那关于说这个外层晶的方向性 是 系统A有先定义它吗 OK 那它在那个direction1的就是这个图吗 direction1的话它系统的预设情况是global的X项 那direction2的话是global 应该说direction2就是跟direction1加90度 那这个的设定是可以去调整的 它是在定义domain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 这边看到的就是我们右键在定义domain的这个时候 它 我们刚刚是只看了这个member type 那你在底下这边有个rebar direction 它预设的direction1它就是global的X 然后direction2就是跟direction1加90度之后的一个角度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去做调整 因为它会跟长转边有关 因为一般我们的转向钢筋是摆在外侧 所以它这个会跟你的长转边有关 所以你在定义domain的时候 你都可以同步的来这边去做 如果有需要都可以在这边去做设定 那预设的话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 direction1就是对应globalX这个方向 那direction2就跟它加90度 那以这个模型来说就是在global的外向 不好意思再请问另外一个位置 可以听得到哪里 是 就是关于match分割的建议 是越细越精准吗 还是它的反复是有一定的迷地关系吗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些有限运数的设定 就是有时候你也不能切到太细 那因为虽然你很直观的会觉得它越细是越精准 其实也是没有错 但是有时候因为在有限运数运算的时候 你过细它反而会有一个 我记得那个专有名词应该叫错息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它在有限运数运算上面 它可能反而会出现一个 因为它可能跳过某些 就是一些分析的内容 它可能会得到一个错误的结果 所以一般来说也是不能切到太细 那至于你对应的那个板后 要切到什么尺寸 这个坦白说我可能需要回过头来 去翻一下有确认数书 但我这边知道是也不能切到太细 但一般我们像一名乘一名这种设定都是很OK的 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这边的那个Master Design的设计 它主要就是那个主金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Dirision 1 或Dirision 2的那个主金的配置 那显力金的部分是没有 那这边还有说单向版或双向版 这边我们在程式里面在RC版的部分 应该基本上都是属于双向版的系统 我请教一下这个可以跟那个D Sharp 联动Mesh的部分 版的部分没办法 对就是版的那个配金是没有办法到D Sharp 就是自己绘制就对了 可以怎么 对 对 所以通常 坦白说版的那个设计组也相对单纯 因为版的话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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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再再再讲一次吗 OK 谢谢 好 好 另外就是我们的那个Design Plus 它可以直接做那个 基本的楼板的设计跟出图 那当然像这个已经Mesh过后的Design Plus没有 但你也可以参考Design Plus那边所推制的楼板的图 因为它其实楼板的设计组织相对单纯简单 它不像我们的那个量的那个中向背景比较不大 OK 这边想请问一下就是 因为一般讲的那个一般的那个单向跟双向板 它主要是力量配的方向 那因为我们在Mesh to Design 就是针对RT楼板这个设计的地方 它因为有考虑像 考虑到像我们刚刚看到就是Directed 1 Directed 2的一个钢筋的配置 所以 应该是说你前面在放力量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可以先考虑你一些 如果是属于单向板 那你就可以去针对力量 去做一些调整吧 我想 但Pressure Row是 整个平面都会有这个力量加载上去 对 OK 好那另外就是如果 各位先进如果有要申请计时积分的 麻烦 麻烦就也帮我在那个 我们MIT那个即时通讯上面 就是也帮我签到一下 就是麻烦留下您的姓名 那以及你们要申请计时积分的可别 那我们这边就会去做一个记录 就算是帮我们做一个签到的动作 那我们就后续会再帮各位 即时先进提供计时积分的申请 就是姓名跟科别 麻烦一下各位 那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其他的问题 可以 还有点时间 就是我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就是在弯局设计的时候 它会考量到下方柱的尺寸 是 就是在弯局设计的时候 会考量到下方柱的尺寸 下方柱的尺寸 对 还是它就是 跟柱接触的 什么意思 我不是很了解 您是指它会不会去扣掉柱子 跟柱子的宽度那个范围 是不是 对 没有它就是针对它板在周端 就是它四周接触的那个节点的位置 然后所得到的力量去做 所以 对应的你的问题我想答案应该是没有 没有考虑 没有考虑那个柱子的那个位置 那我们要升级积分的话是在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这个 它在 各位现在看到画面的右上角应该会有一个叫做即时通讯的那个位置 麻烦点进去之后 然后 然后 留下那个 信名 那以及那可别 好 那如果各位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这个线上的课程就先到这边结束 那有要升级积分的即时先进 那就麻烦 就是要帮我们签到一下 就是那个 再提醒各位一次 就是现在 Google Meet的这个画面 它在右上角会有个即时通讯 那麻烦帮我点进去之后 它就可以留下讯息 那麻烦留下 即时您的大名 以及要申请积分的科别 那我们 会成之后 再替各位即时先进去提送即时积分的申请 好 那就谢谢各位即时的参与 谢谢 那我们之后还是会 持续会有这个线上课程 那我们 也都会整理一些 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个题目 那我们就透过这个线上的方式来跟各位进行 好 那就谢谢各位的参加 谢谢